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城 喜欢这个提神结束系列的观众朋友们 麻烦多多三连支持一下阿浦吧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究竟的奇谋冒险不灭钻石之中 罪魁祸首极量极影的父亲 极量极广的提神 原子星之父 这个提神的名称 是出自著名的乐队Pink Floyd 所演唱的歌曲 这个提神并不具备外形 就如同其本体极量极广一样 都不正常存在于世界上 自从其于恩亚那里购买到提神之间后 应当是和儿子极量极影一同觉醒的提神 拥有杀人和强烈性欲望的变态杀人魔 极量极影拥有的是帮助自己 消灭证据的暴力提神杀手皇后 而对儿子有着同样变态 保护与和溺爱的日本老头 极量极广获得的则是和空间有关的能力 其提神能力正是通过附身 在拍摄设备上进而进行拍照 被照片拍摄下来的空间 会被独立在这个世界之外 可观测 但外界至此无法干扰此空间 唯一能影响此空间的办法 便是破坏当前摄像设备 拍摄后存留下来的图像 例如照片 底片 数据文件等等 而极量极广本人正是存在于 这些存留图像内 只有它可以随心所欲的干扰这些照片 以防这个能力被我正式介绍给复杂化 我这里用更简单的方式给大家过一遍 总的来说 极量极广是一个只能存在于图像物品之中的幽灵 它本身已经身亡一段时间了 但其提神能力 可以保存幽灵的能量 它也是借此才苟合至今 想必是在死前对自己的衰老躯体进行了拍摄 将自己的所有能量困在了照片之中 并且提神也附着在了家中的照相机上 像被拍摄下来的内容 这些区域 可以理解为成为了紧急量极光 本人可以使用的独有区域 幽灵照片领域 这个领域可以被真实世界的人观测到 但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被提神彻底锁住 居易隔离在世界本位面之外了 处于叠加状态 简而言之 只能简单观测 至于这张幽灵照片 便成为了外界唯一的干扰手段 你可以撕掉这张照片 同样里面存在的极量极光 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可以被照片拍摄到的其余物体 都会被同等撕开 毕竟空间和时间一样霸道 绝对 在原作第十一卷下半卷中 空调城奈狼和东方藏主 就被极量极光困在了幽灵空间中 他们以及在门外的其余人 无法观测到房间角落里 蹲着的幽灵极量极光 只能通过照片看到极量极光的身影 同样 若是外界试图进入 只能穿过这个空间 入口的部分 它就是出口 根本不存在 幽灵空间的内部 倒是可以触碰到世界的边界 至于有极量极光 扔过来的电话听筒 帐助无法触碰到 却可以被砸出血 刀子无法触碰到 却可以砍掉头 但自己去触碰相机 却可以砸碎相机 这里我有两个解释 其一 是只能自主触碰静态物体 而若是被极量极光率先使用的物品 就无法被触碰了 而其二 则是能否触碰完全根据剧情需要 至于破坏幽灵相片后 对幽灵空间内造成的撕裂影响 从空间角度来看 被分裂的物品本质上没有区别 因为它们的空间坐标移动 是相对幽灵空间内的 对于照片才是绝对的 只不过没有什么人能被分离后 流血致死就是了 而只要通过极量极光的手 其余现实世界的物体 也能够进入它掌控的幽灵相片世界里 失去了极量极光的操作 任何进入的物体 都会成为相片的一部分 禁止图像化 只不过 幽灵相片的强度和普通相片一样 被摧毁的就是彻底死亡了 提升面板 破坏 速度 精密度 成长性 1 作为附身在照相机上的提升 竟然还有破坏力 可能是拍照时的闪光吧 至于撕裂空间 强制击杀等等 这些作为提升能力 而非是提升面板 速度 也是如此 飞刀的行径耗时 完全可以让陈太郎有机会拍摄一张新照片 并且成像 精密度更是无法被自己掌控 飞刀的方向 角度 以及拍摄的内容都是如此 成长性 完全被能力所死 毫无进步空间 你更别提老头死亡多少年了 精神力逐步下降 直至消散的过程中 不可能有进化的机会了 射程距离 无 作为本体 极量极广 这个死鬼是无法彻底离开幽灵照片的 只能最终出来半个绳子 再多一部分 就会前往天界 不 以他这个杀人犯的教唆和窝藏 以及共犯来看 他离开就是去地狱了 至于替身本身 更是只能复身 射程为无 也很合理 持续力 能保证死后多年 一直持续替身能力 还是很久了 那么 再来回答一些收集的粉丝提问 1 如果极量极广藏在大总统口袋里 大总统进入光碧 那算是大总统的一部分 还是被算作不利因素转移 同样 如果在马杰特的口袋里 会被20世纪男孩从保护 就要马杰特的衣服 答案是 很好的一个问题 首先 大总统进入平衡世界的规则 在那些视频里有明确的解释过 穿着的衣服 你必须脱下来 才能达到家住的前提 在身上会被自主意识认为 是自己的一部分 脱下来 带有抛弃的潜意识 所以衣服就会成为了工具 而当时穿着的裤子 依旧是潜意识内自己的一部分 而如果极量极广和幽灵上面 藏在裤子里 那么大总统的潜意识 是没有人知道这一部分的 结果就是前往平行世界的时候 极量极广被撕裂出来 留在元宇宙 并且留下一部分大总统的裤子 而另一段的大总统呢 露裤裆了 二 能和紫色赢者配合使用来 千里秒人吗 但是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 极量极广的真实强大了 对吧 和紫色赢者这种 终极情报获取者之间搭配 不过我这里还是得泼一喷冷水 那就是 极量极广必须在拍摄的时候 同时存在那片区域 不然是没有意义的嘛 那极量极广无法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嘛 三 极量极广能被谜当成 折纸能力的载体吗 把照片当纸折 答案是 幽灵相片满足折纸时 替身的收入物品条件 那是可以做到的 但极量极广本身 要是被强制收入纸片中 你还是得满足恐惧的前提 四 照片过焦后 老爹会被困在里面吗 答案是 替身附身相片 替身附身相机 只要持续力没过 画面是不会因为时间因素消失的 五 原子星之父创造的 公斤和镜中人的镜中世界 可以叠加存在吗 答案是 镜中人对于镜子世界的掌控 是绝对的 只要他想 他完全可以隔绝 允许其余人的替身能力 效果 以及状态 建出自己的镜子世界 六 如果照片里的人因为照片被毁而锁 被南北战争重现出来后 是去找原子之心之父 还是撕照片的人 但是 那得看内心默认遗弃的人 对于极量机馆来说 如果他因此而在意内疚 甚至是存在自主记忆 那么他就会去找极量机馆 如果是撕照片的人 那么就是去找他 如果两者都有 那么两者都会遇到被复活的尸体 但这里得指出 只有在南北战争发动期间内死亡的人 才能被遗弃条件彻底复活 以前的事物并不是真实的彻底复活 七 把开着提升能力的马吉特拍的照片里 或者把没开启提升能力的马吉特拍的照片里后 之后在现实里马吉特开启提升能力 再撕毁照片马吉特会怎样 但是 开了再拍 那么不会被拍进用力空间里 因为拍摄时照射的光芒附着了提升能量对吧 他会被无敌掉 而如果拍进去之后再开 那么因为空间法则凌驾于马吉特的能力之上 所以马吉特会被以空间的角度分裂开 但无法受到伤害效果 原因很简单 空间角度的分裂是不跟你讲道理的 分裂它就是分裂 蛮力是对抗不了法则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即便你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 你也无法杀死昨天的蚂蚁 这是时间的力量 而全世界所有的存在 都无法掏出三根朴素的坐标线 这是空间的力量 只不过分裂后 生物还是会受到伤害的嘛 像马吉特无敌 他不在乎 分尸多少块 都是保证圆状态的碎片掉在地上 不流血 不死亡 那自然 马吉特也不能再解除就是了 他解除了 就和贝西一样被彻底分尸 照片被烧的也是一样 马吉特开了 他就是死不了 被烧成灰 他也是死不了 如果是其余人在照片里 照片被烧成灰了 即便杖柱修复了这团灰烬 那么人也是无法复活的 但马吉特就可以复活 好在当时阿强和杖柱 只是被分离的瞬间 就被杖柱修复回去了 不然等血再流一点点 阿强的大脑就会滑落掉再来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相当霸道 也相当容易破解的一个提神 下一期要介绍的就是 大柳贤的提神了 想要看猜拳小子的 别忘了三连和运游 我的很像个小说 《一天相认》 就在西方中 我当当连载之中 希望已经阅读和我一种体验 未来世界小伙伴们 加入出桑 并持续追溯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般 stopping 优优独播剧场——Yoistol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